原本还以为张婉一就算不是剧中仓学那般稳重 也会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陈燕年般一本正经 却没想到私底下的她是个实打实的搞笑男而不自知 饶食杨子这个小太阳和做了那么多的同事 也是没想到这个实地不仅仅是演技和自己旗鼓相当 连活跃气氛也是有一把沙子 事实上张婉一仅仅只是因为饰演的角色气质周正 才让大家有了这样的错觉 刚刚看入演艺圈的她其实也是出演了很多令人想不到的角色 不过都没有引起太大的神话 这也就让不少人觉得张婉一的外形条件不适合鼓舞 而这一次和亲世界杨子的长相思确实让路人们纷纷get到了张婉一的魅力所在 别的演员是角色成就自己 而张婉一却是自己成就角色 不仅仅是戏里对女主角一往情深 戏外对女主角的扮演者杨子也是相当的优待 而显然杨子在张婉一这个弟弟面前也是十分放得开 电场一口一个哥哥叫的张婉一都真的以为自己是哥哥了 一次走戏直接定住杨子离开还不忘回头烈烈烈做鬼脸 让杨子瞬间哭笑不得 瞬间明白了哪些颗腰弦的快乐